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刊登的文章揭露了哥伦比亚西海岸附近的一个小村庄 发现了身高超过2米 穿着黑衣服的奇怪生物 根据当地人的说法 这个生物早在2012年12月就出现了 即使在今天 这些不明生物仍然在持续接触中 当地媒体和UFO调查人员收集了估计超过300人的目击者证词 他们声称看到了飞碟和类人生物 时代媒体之前认为这不过只是一个城市传说 然而在2018年12月 当地的农民蒙德拉贡在他的邻居家中 看到了外星人并且录下了声音 蒙德拉贡说 我当时意识到了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我之前有和这些神秘的类人生物接触过 但是在农场里生活的这些邻居们似乎很害怕 我安慰着我的邻居们并告诉他们 其实这些类人生物是向往和平的外星人 蒙德拉贡的某个邻居相信了他的所言 于是尝试和这些外星人交流 但那些奇怪的外星人说话的声音很像机器发出的声音 蒙德拉贡并用手机录下的声音 这些外星人和他们交流说道 我们来到地球上是告诉人类一些警告的信息 不过在时代媒体的报道中 并没有出现记者听到外星人对话的录音 蒙德拉贡接着说 这些外星人高约2米全身穿着黑色衣服 头部似乎也是黑皮肤 一个目击者说道 他们的腰部有银色的大扣 这些外星人长得很像人类 他们会提示一些人性的东西 并告诉我们 让我们为未来的事件做好准备 当地的UFO专家克里斯蒂安·纳姆斯说道 他在2013年调查了最初的目击事件 在远处大约距离200米 有一个身高大概2米3左右的人影 一个粗壮的身体 黑色的衣服 黑色的靴子 这个神秘的人形生物在远处静静地看着我们 纳姆斯说当他拿出相机时 对面的外星人有一种敌对的反应 迅速地消失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没有照片或视频 其中另外一位与外星人接触的妇女说道 这些外星人跟我说话还像我要水喝 其中一位外星人还给了我一把剃刀 一位在这里生活了30年的农民 声称曾经也见过这些外星人 这些外星人从农场远处走过来 他们可以很快地飞起来穿越过这些炸弹 一位出租车司机说 几天前承载了几位客人 其中一位是女孩 突然这位小女孩让汽车停下来指责围场说 你看那些人站在那里 但当时我和几位客人并没有看到任何人在那里 但这个小女孩依然坚持 这些人是存在的 知名的日一物理学家 Mitro Kaku教授 最近在西班牙UFO Loki世界大会上说 我们已经到了不明飞行物被大众接受的转折点了 除了上世纪60年代意大利有一案 这个案例恐怕也是为数不多的大规模群体接触外星人事件 那些神秘的人形外星人说到 人类将很快被消灭 让我们为未来的事件做好准备 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什么呢 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 欢迎订阅 期待您留言